得 好的 欸你們都沒有什麼反應 我覺得你們心情不好嗎 好啦結束快 快結束了忍耐一下 最後沒幾首歌吧 現在才卡 那個 我去年辦過一件很瘋狂的事情 就是那時候 因為得 我這張專輯第一次得獎 得精英獎 然後我就在得獎的感言中 我就說 我要謝謝一直來支持蠢命 然後聽蠢命表演 然後 這些粉絲們我決定 得獎之後 要辦一個慶功宴煮菜給他們吃 有沒有看過歌手煮菜給歌迷吃的 應該沒有吧 我那時候也很期待 那時候其實很興奮 我想要回饋這些力量給歌迷 想要煮菜給他們吃 想要煮一些原住民的料理 像阿美煮吃蝸牛 然後 我們跟法國一樣 我們是吃蝸牛的喔 想說就是歌迷這樣邀請壓一壓 然後就用一個桌子嘛 煮光晚餐 那麼大的盤子然後放兩顆蝸牛 然後刀叉這樣 你好我是蝸牛 然後教我吃蝸牛跟你講講心情啊 聽聽他們的心聲這樣子 本來是這樣想啊 我們就設定好一個時間 就是大年初始 在寒假 因為我那時候比較有空 就在網路上接送報名 結果報名的就有一百多個人 本來想說是那種十幾個人 那種公斤晚餐 一百多個人 怎麼你怎麼吃啊 就覺得傻眼了 然後 可是那時候他們很熱情 然後就去在網路上報名說要吃蝸牛 什麼菜 然後就給我媽媽講說 媽我要跟你吃飯 我媽媽知道我常常帶朋友回家吃飯 她說好啊好啊可以啊 我說有一百多個人 什麼一百多個人 我說對啊 我說我在頒獎點點的時候 我說承諾要跟你吃飯 演費的請客到門 我媽媽就說 好啊那沒關係啦 我們煮大鍋的 我說全部都要用你這麼料理 真的假的 她說哇那個時間點寒假 我媽媽發動了我們全部部落的婦女 去山山採野菜 你知道大鍋年你知道嗎 大鍋年齁 人家在鍋年下一次吃大野菜 我們家的人都沒有在家 在那上山採野菜 然後因為一百多個人吃到野菜 真的不好採 傻眼 然後大年出事 我想說其實那時候也在懷疑 這些一百多個是不是隨便亂報 就是他們可能是網路上 也不知道誰是誰 也不用負責任 因為過年 只要是台東人都知道 過年火車票超難買 真的買不到 不是任何人有辦法可以買到火車票 但要透過關係 能找縣長的找縣財 沒有開玩笑的話 就是這樣我真的不知道 大年出事怎麼可能會 一百多個來到都蘭 我們就不相信 可是還是要做好這個準備 然後當天我就在都蘭的活動中去辦 多少你知道 兩百多個 搞到那個過年你知道 然後再活動東西 兩百多個吃免費的流水性 很像那個街友有沒有 跟當作我想像中那種 跟哥林空進晚餐的樣子 完全不一樣 然後連費的你知道 連部落的人都一起來吃了 我就算了沒關心 就大家進攻 可是大家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會有這頓飯要吃 那我很感謝這邊很始終 然後一直聽淑命唱歌表演 然後用這種小的投資 然後投資在我身上的這些粉絲 我真的很感謝他們 其實我覺得應該要有個回饋 不是只有吃飯而已 我就是那種心中的那種價值跟精神 然後我決定用阿美組一種很特殊的 我們自己年齡組織的一個方式 因為有的公司叫我說 你還不要 你這麼多粉絲了 你看 那些人不怕死人 大年出事放棄家庭 然後好像突然跟你攻擊晚餐 你是不是要成立一個 熟悉的歌迷會或歌友會啊 就類似張學友這樣 有沒有歌迷會 還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我不是那樣的人 我也不是我偶像 可是我也很喜歡他們 其實他們真的很 很喜歡原住民的事情 然後我決定用阿美組的一種方式 就是我們有年齡組織 然後這個組織 就是成年之後 老人家會給他們很慎重的 取了一個名字 在五年之中 看一種重大的事情 這個名字 會背負在這一群人身上 而這一群人 也會因為背負這樣的名字 會有更有相信力 然後一起經歷過很多事情 然後會越來越 會有 會凝聚在一起 而且還不錯 我想要這樣替我的歌迷 粉絲朋友們 命名 因為我覺得他是屬於大家 他也可以是 那個 張貴妹的歌迷 或者是 他是陳建蓮的歌迷 只要他們喜歡原住民的事物 我都願意 我就給他們一個名字 他們的名字叫 那時候就在去年 是今年的4月23號 禮他們的時候 就替歌迷命名了 所以他們有一個名字叫 拉鐵粉 為什麼會叫拉鐵粉 因為我記得他們是 鐵了心腸的 當熟命的粉絲 所以拉鐵粉 但是他們也可以鐵了心腸去做很多事情 一樣是那樣的熱力跟活力 然後就這樣提他們去 然後幫他們做衣服 你看拉鐵粉的衣服 好 今年你們可以穿你們自己階級 這個拉鐵粉的階級 來參加我們部落的封面禮 應該會滿有趣的 我不曉得 然後我 剛好有一首歌叫 《拉千席》 然後我們階級的名字叫 《拉千席》 老人家都會用五年的大事 像以前老人家 老一輩的 《拉十畢》 以前那時候用它沒準 一直到國民政府來 開始用中文 可是都前面會有一個 阿美族的開頭 《拉》 像現在大概七十幾歲的 有一群人叫 《拉金門》 因為那時候 823炮彈 炮戰 不是炮彈 抓了很多原住民的年輕人 去金門打仗 這個事情很嚴重 所以老人家就用這個事情 來紀念這群年輕人 叫《拉金門》 《拉金門》下 有一個叫《拉基瑪》 不是因為有人得金馬獎 是因為金馬獎 你知道以前有一個公車環島的 叫《金馬獎》嗎 剛好經過都蘭 對都蘭的交通實在是 嚴重的影響 所以就叫《拉金馬》 然後像我的上面的哥哥 叫《拉監察》 監察委員的監察 因為那時候監察委員 有第一位原住民的監察委員 人家這個是部落很重大的事情 所以就拉監察 我的弟弟他們叫《拉利維》 那可想的是 就是我們部落有人寫上 有住民的立法委員 其實我們部落還蠻政治的齁 可是我很好奇啊 為什麼我們這一輩子就要叫《拉清洗》 跟我們部落有什麼關係 監察 因為也證明剛剛那天好 畢偉 因為我們部落有人寫上《拉利保衛》 啊千行耶 也證明 過千行年嗎 的確喔 我們成年那年剛好是千行年 全世界都在慶祝千行年 我就問老人家 這個全世界之家慶祝的事情 跟我們部落有什麼關係 人家的回答很棒 他說 全世界的事情 就是我們部落的事情 所以你們的事情就是我們的事情 好嗎 於是我們就叫拉千行 好 那今天還有一個提議題 他們叫拉薩洞 去年 前年爆爆風災 然後飄了很多大木頭在海岸線 就是 祖先的眼淚啊 很多木頭 然後我們老人家的曲奇他們 可以成為洞娘 所以塔洞是 塔洞是阿美族的大木頭 該房子用的木頭 所以他們叫拉塔洞 好 我們歡迎拉塔洞出現 謝謝